即便政府出面喊话挂宝镇 卫生纸价格不会有大波动 还是有很多民众拼命抢 心慌就怕买不到卫生纸 不少公厕就成了受害者 像有时候我昨天晚上就 明明就都有度过了 早上来就剩下一点点 实际来直击新北市政府广场的公厕 我们来看一下里头卫生纸的状况 可以看到这个卫生纸箱都是锁住的 所以卫生纸只能多抽 没有办法真困拿走 公厕卫生纸箱换成上锁的铁盒 避免民众乱用 这股卫生纸之乱还不止公厕受害 速食店快餐店使用量暴增外 还被顾客顺手牵羊走 继卫生纸之后 这股乱象也延烧到了尿布上 就有民众网路上PO出照片直言 是世界末日吗 女儿的尿布没了需要却买不到 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好要去购物吧 所以就会顺便一起买 还有尿布买不到的 那便是说现在你的尿布 可能连女生的贴身用品都会受影响 是除了夸张之外 也非常的不太明智之举 部分民众不敢相信 记者直接到卖场来看 白放卫生纸架子上 确实空荡荡 剩下零星几袋卫生纸 但是尿布区倒是满满的 没有买不到的疑虑 民众过度担忧 自己吓自己实在没必要 会议新闻江显东 李家化台北报道 services lans get some time ago 请大家分享给谁好 听说 Кто信了